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写惯了黑的玄髓 白眼也无为 但像坠的余晦 我告诉你自己平静感觉 一直从前试着创造历史 流放着的头位 藏着寂寞的范围 我无法高山或脚壁 我顶着惊天动地没空目的 没空气才会让我更尽用 举止想送你妥协 以为是有所谓 是你的我不属于谁 但让我知道我是谁 也给我一个目的地 没见你我是谁 你拿走我的在乎我的所有注意力 没有你的我是谁 但让我知道我是谁 也给我一个目的地 那是死的傀儡 有没有温度的体会 难道你不再是黑白灰 你拿走我的怀悟 我太多的注意力 让我知道我是谁 让我知道我是谁 你不再是黑白灰 不知道我是谁 你醒了 你醒了 真的是你 Male温度的 闻我 你别怕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世雨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让你中了姚纪的监济 Czy 是谁救你的 是陛下 他知道 一切都是姚姬的阴谋 就没有责怪我 而是放了我 你说陛下知道姚姬的阴谋 陛下觉得此事有蹊跷 于是派人暗中调查 结果发现 背后主使者竟然是姚姬 一切皆是他所为 父皇派人暗中调查 而且 陛下他知道你受了伤之后 也是十分的担忧 父皇知道此事 殿下 显儿 我饿了 好 你想吃什么 显儿这就去给你准备 快进 肉包 好 本王昏迷时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灰珠子 此事能安然而过 我 皆因闻眼 扛下一切 闻眼 喝药了 我 喝什么 等竹子醒来 记得再注意铁腰 让主子喝下 还得参见主子 我也不便行礼 还请主子恕罪 没有本王的命令 是谁准你擅自行动 你这是靠命 我也自知有错 还请主子降罪 主子 闻眼经脉一断 如果您要惩罚他 莫肖甘愿替他受罚 主子 叶煞只要有一人抗命 便是连坐 海蝶也愿意为闻眼 受罚 第一个该受罚的 便是本王 是本王连累你们 请受本王一拜 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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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眼 你为本王牺牲 本王将来必还 主子 不 莫肖 他说他愿意为了主子 与陛下 与所有人为敌 属下也愿意 主子 主子 其实您爱上郡主以后 整个人都变得轻快了许多 脸上的笑容也多了些许 我们几个 都喜欢 为了郡主犯傻的你 人孤有一死 如果是死得值得 便也无憾了 主子 我 没他们俩那么会说话 但我们三个人的信念 是一致的 我们就是希望 您 还有郡主 都能平安无事 您 您 还有郡主 都能平安无事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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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王向你们保证 今后 不会再陷你们于不义 你们也不许再为本王牺牲 这一点 我跟你们 都不准再忘 是 是 莫乔 一定要找最好的大夫 替闻眼治疗 对外就宣称闻眼告假回乡 闻眼 你安心在伯王府养上 本王一定会治好你 虽然你经脉权断 但是只要跟着本王 持之以恒地练身 习武 武功虽有折损 但不久之后 必能行动自如 你 闻眼 多谢主子 经过这一回 本王彻底明白 凭我一个人的力量 根本没有办法 保护好摘星 就连我自己 都有可能伤了他 本王一直心存侥幸地认为 只要摘星不知道 马府一案的真相 只要有马家军在 他便能被保护着 安然渡视 但是 虽然此劫已过 却难保哪一天 父皇不会对摘星 又起杀心 主子说得没错 况且马家军 即将攻打太保营 此意凶险 倘若兵力受损 利用价值大减 就难保郡主 在陛下心目当中 留存的必要性了 收到密报 或计 如今马家军 饱受瘴气之害 身陷出窥诡计 马家军及马营 皆乃正义忠勇之事啊 我等 难道不该以天下人 义为己任吗 那 父王的意思是 你去找他 联手营救马斋星计 马家军 报重量之后 来 主人 来得不晚 算你有些本事 主人 子神和御行府的心御官有些交情 有钱能使鬼推磨 因此他便特意安插我日后都来地牢送饭 主人 万万没想到 竟是文言出面顶罪葬送了你 主人 主人别气 子神可用易容之法救主人出去 到时候主人便可亲手杀了这些可恶的家伙 我不会逃狱的 五年来不逃 如今也是 为什么 虽然如今陛下只是将您囚禁在此 但难保哪一日陛下不会将您送上断头台啊 我不走 主人若是执意不肯走的话 子神只好听命行事 听说 如今解药已交到了陛下手中 无妨 还有 替我盯紧了马斋星和博王 若有任何风吹草动 随时向我汇报 是 主人 走吧 还有事 还有一事 子神想不明白 主人为何不向陛下坦诚 是博王放了红儿妇女 这样一来 主人也不至于被关在这暗无天日的地牢里啊 文言早就料到会有此不 陛下 也早就预测我会有此诬陷之词 若是说了他会信我 若是不信 我岂不又多了一项诬陷皇子的罪名 除此之外 主人是在保护博王吗 主人所做的一切 子神如今细细想来 每一桩 每一步 都是期望把博王留在你身边 主人其实心里对博王 住口 我把一个 时时刻刻都想置我于死地的人 留在身边有何用 我只是觉得 击败现在的博王 太无趣了 那主人 您到底在期盼些什么呢 等着有一天 他变成我要的博王 那个时候 他才有资格 做药剂的对手 会有那么一天吗 会 会有的 走 海蝶莫肖 你们两个一起坐吧 坐吧 谢君主 文言呢 文言去哪儿了 文言呢 他家里有人生病 跟本王告假 回去了 怎么走了也不说一声 外面天都快黑了 就不能明天早上再走吗 这样也比较安全 马静 等什么时候你家里人生病了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一刻也坐不住 你干吗咒我 打个比方别往心里去啊 打比方打比方 马静 我替你打他 海蝶 你胳膊肘怎么往外拐呢 帮着外人哪 马静才不是外人的好吗 就是啊我跟海蝶是好朋友 我告诉你啊 好男不跟女斗 千万别逼我出手 不然你死定他 看招 马静 我告诉你啊 你打不到我 你没有必要动手你知道吗 海蝶快帮我 太难了吧 你坐下 你别别过来 站住 这样笑着 闹着 真好 仿佛无忧无虑的生活 你知道我从何时起就体会到 无忧无虑只存在片刻 它不能永久地成为生活 何时 是 从我把狼仔赶走的那天起 我就再也不是无忧无虑的马摘星了 本王让你今天过无忧无虑的一天 不要去想别的 什么都不要管 也不要去烦恼 你想做什么 我都陪你 就我们两个 真的吗 前面一点 往右边一点 右边一点 我 你的左边 我的右边 右边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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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后面 再往前一点 来 这算哪门子无忧无虑啊 简直愚蠢至极 蠢一点 才可以无忧无虑啊 你来 好啊 帮我绑上 好了吗 好了 好了 哪边 右边 右边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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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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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后面 后边 右边 在这儿 到底在哪儿啊 前面 放了 哪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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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2 这分明就是占我便宜 本王的无忧无虑 就是随心所欲了 不玩这个了 换别的 这是哪门子无忧无虑啊 只要跟你在一起 就像现在这样 哪怕不说话 没靠被坐着 对我来说 也是一种无忧无虑 就像回到从前一样 那时候 我不太会说话 都是你说 我在听 你累了 就靠在我的身上睡觉 就是啊 我常常想起小时候的 无忧无虑 想着想着 我就觉得 我们两个的相遇 是上天给我们彼此最好的礼物 怎么可能会是诅咒 吼灯灯的说什么诅咒啊 我在大牢里碰见了姚姬 她说我们两个是受上天诅咒的 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 她还说了什么 她还说 真实的你 绝非我所能承受的 朱镇雁以后 我的确是有过此年 可是是我错了 当年的狼仔 可以为了心而改变 如今的伯王也是如此 就算是受到上天诅咒的 我们两个 也绝对会在一起的 谁都休想将我们分开 你说是不是啊 狼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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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你该不会是打磕睡睡着了吧 你睡吧 我的背见你看 快快快 把慎仲将军的兄弟们坐过去 快 那几个人 是你都在那边 来了 来了 又来了一个 将军一过来 但我 攻打太宝营在即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马将军和将士们 入树林勘察地形 一个个都是竖着进去 横着出来的 马将军和将士们 种的是胀毒 胀毒 就是山林间 湿热 胀气过重所值 马将军他们 发现得太迟了 说句不该说的话吧 毒一深入 五脏六腑 治疗也就是拖延些时日 情人 将军 坐 感谢 也喊你过来 我有话对你说 本将终战一生 早把生死指指都外 我唯一的遗憾哪 就是没有替马英将军报仇血痕 禁军太报应尽才咫尺 功亏一亏呀 将军 丫岸 跟我说说 我若把马家军交到你手上 第一步要做什么 我就不想要马家军交到我手上 行吗 我们还仰赖着你 带着我们替马英将军报仇 替马军主撑腰 闭嘴 你能不能 让我把马家军放下地交到你手上 秦国的王世子 你帅兵到了太保营 这无意大大的鼓舞了锦军的士气 你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墨将应该即刻派人前往皇城通报 通报前线一切祈求之人 吐息太保营 吐息太保营事不宜迟 事不宜迟 好啊 做得好啊 这我就放心了 你 去吧 去吧 去跟陛下禀报疫情 别让马家军在此全军服务 你 你 将军保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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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王世子 再行而实力 便可抵达太保营 令有将士回报 集中出现踪迹 就在这附近 果真如此 大军停刑 带我前去 遵命 请我喝茶 老兄 来 坐 我跟你打听一个事情 搞个罪 客官 您说 据我所知 这个魁州城万安酒楼的方长官 跟你最为熟了 对吧 客官问这个事 我是朝廷命官 来查命案人 行 有问必答 老方自小 和我在这儿一同长大 只愿好人不查命啊 能帮大人的 老朽一定帮 老方 你可听说 他得罪过什么人没 不可能的事 老方啊 素来是与人为善 连只苍蝇他都没得罪过 那事发当日 他也无任何异装 他那天啊 到我这儿来买了包茶 说是晚上要去见 马家军的 马丰城将军 马丰城 是啊 而且他那天还忧心忡忡 说是 城主家遇害那日 他那里来过一个 可怕的男人 他跟当天 随郡主一同来 魁炉城的那个男人 竟然极为神似 可是 马将军却说 郡主旁边的 必是郡主夫君 当今伯王殿下 不可能是从前住过酒楼的男人 想想也是 若是堂堂伯王殿下 为何他要偷偷进城住在酒楼 然后呢 马将军就打算拿伯王的画像给他看 确认伯王不是之前 来过奎州城的可怕男人 就约了他见面 好消除方掌柜的疑心 可没想到还没见面 当天老方就死于非命 老方啊 一定是认错人了 我看 当初住在他酒楼的人 霸城是刺客 刺客 这当初啊 那群人神神秘秘 杀起堂堂 包下酒楼 隔日入夜后 全部突然不见人影 偏偏是那天晚上 马成主一家被害 这天底下 哪有这么巧的事啊 你说 他们是不是嫌疑重大 他们一定是害了 马成主全家的禁军刺客 所以方掌柜死于非命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看到了 刺客的真面目 所以刺客对他起了杀机 杀人灭口 大人猜测的 极有可能 刺客 可疑的却是方掌柜认为 刺客 跟郡主身边的男人长得一样 刺客 柏王 少帅 自上次你假扮汽谭兵 暗杀柏王之后 好久不见 少帅密信一到 程亮不敢怠慢 不知少帅找我何事 我先前跟你提过 奎州城主马英之死一案 除了帮我探查 是何人下手之外 也帮我查查 近来禁军是否有刺客 潜入奎州城杀了一名掌柜 要问近郡之事 问我岂不更快 少帅输罪 靖国不能没有少帅 为了信国 程亮只能出卖你的行踪了 堂堂靖国王世子 许久未见 忘记怎么行礼了 使劲了 一个靖国的罪将 害了万千的将士 你以为用自己的一生 赚钱去养活他们 所有人的妻儿 就能弥补你的过错了吗 马英遇害 另有隐形 凶手并非禁军 你说什么 你若想知道详情 就得乖乖地跟我回太保营 什么 我割中了账毒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这是陛下刚得知的消息 陛下命郡主和主子 速速进宫 与陛下商议马家军军请 马靖 你先别担心 我与伯王先进宫 询问清楚情况 说不定 没有你想得那么糟 郡主 你快去快回 我等你消息 摘昕 走吧 儿臣 参见陛下 都听说了吧 马家军数百名的士兵 都身中战毒 毒性 深入肺腑间 情况不乐观哪 马家军军心 大受影响 人心惶惶 儿臣奏请 可否派宫中的太医 先去医治 在你们进来之前 朕已经下令了 摘星听马家军 谢陛下恩典 郡主 攻打太保营 马家军 已经布局了很长一段时间 地形熟悉 拟定了战略 若是临阵换将 派其他大将 率兵前往 怕是措手不及 毫无胜算可言 但是 若撤兵不打 便会失去 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以后 他不会再有机会了 想必马家军 也是因自身的原因 并未提及撤兵 而是请奏援军 儿臣主动请命 率援军赶往前线 你若去 谁来坐镇朝内的军屋啊 你别忘了 你要率领薄军 与契潭军合兵 当马家军的后盾 伯王 不要因此事 涉及了郡主 你就乱了方寸 忘了 顾全大局 陛下所言甚是 伯王殿下 理应留在皇城 稳定军心 保护陛下安危 而为今之计 最适合带兵前去援助的 便是摘星 郡主 愿丹辞重任 这是摘星所愿 你从未打过招 并容相见 烽火弥漫的战场 绝非你所能应付 殿下 摘星此去最大的目的 是与马家军站在一起 提升军心 而太保盈一役 是突袭的前哨战 并非与敌军正面相交 所以殿下 无需太过担忧 你想得太天真了 郡主 从你的言语中 朕知道 你已经深思熟虑了 马英之女 不愧是经过不让须眉啊 那朕即刻下职 派你前往前线 坐朕指挥马家军 提升军心士气 朕还会 命教州统兵 率两万大军 不日前往汇河 援助马家军 摘星领命 不啊 朕的皇命 你可有意义啊 并下自问你话呢 儿臣 无意义 大姐 在 护送郡主回府 朕和伯王 还有世上议 是 陛下 郡主 请随我来 你随朕来 你可还记得 你大哥当年是如何教导你 做好一名将领啊 马家军 不必留下 此次虽然他们中了战毒 折损了一些兵力 但是只要马摘星一个前往 他们就会士忌大资 仍然可以磋商 太保禁军的元气 如此一来 朕的目的不也就达到了吗 只是马家军此意无论输赢 你随后都要率军设下埋伏 将其彻底铲除 那 摘星呢 一并铲除 你要觉得 自己动手很为难 那你可以命令你的下属去做 朕知道 这很残忍 自从那日 你跟朕 诞成了你对他的情意 还有你们的过往 朕就知道 朕的这个儿子 总有一天要面对这一切的 可是父皇能给你什么呢 只能是这几日 至少你拥有他了 是吗 父皇 若马家军全属歼命 马摘星 他一个弱女子 父皇 儿臣恳求 留摘星一命 朕留马摘星一命啊 可是当初 谁留过你大哥一命 是吗 儿臣不明白 父皇的意思 还记得吗 你大哥朕忙的时候 你不顾自身的伤痛 在这个大殿里 给他归了三天三夜 后来是朕硬把你拉走的 还记得吗 儿臣没忘 那你还记得 你当初 应允朕的四个姿 血债 血肠 当初应该偿命的 除了那个叛将 还有马英 和马家军 大哥的死 和马医马家军有什么关系 当初有欲就判断到 这必是一场苦战 他派人禀报了朕 朕 朕立刻下旨 是 命令当时 唯一能够及时赶到的马家军 去救援 可是朕的军令下达了数日 迟迟没有见马英的回复 当年 他清清楚楚地告诉朕 江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而实际上 是要保全他的马家军 牺牲朕的儿子 你的大哥 无奈 朕只能选择了忍耐 选择了不予追究 但是从那日起朕就明白 马英和马家军是留不得的 何况他们根本就不值得信任 此次火坑一样的硬仗 由他们去牺牲 这是唯一的选择 为何父皇从微笑而深提及 因为父皇深知你的脾性 你和你大哥兄弟情深 朕怕你一时冲动啊 况且 当时设计不稳 朕还要依靠马家军的力量 而后朕下令 让叶莎他们杀了马英 就是因为朕 当年的丧死之痛 当年你大哥能够舍命救下你 就是因为他相信 你会报答他 这也坚信 你 一定会替你大哥报仇血恨的 而放弃替马家 去拯救那个马摘星 不是吗 我 我啊 你看上去好像很不情愿 还在顾及那个马摘星吗 你还是不是我们楚家的人 为你大哥报仇血恨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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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没远离 曾没远离 任我 你心意 倒流到开始爱 小孩都不存在 永远都在一起 你醒到那一秒钟 牵定牵着你的手 就这样一直走 我愿意等待 等待你明白 永恒其实就藏在 我们相信的爱 我想往你的怀里 等去感谢你发现我 你心意倒流到开始爱 小孩都不存在 永远都在一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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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